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5月4日 那么在中国成长的网友到了5月4日 一般都会提到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你如果再提德先生 你恐怕就会犯三点缀了 因为在中国,今天只能够说习先生 首先与网友们分享的仍然是财经头条 昨天下午美联储宣布了加息 鲍威尔也做了一些解释 那么美联储加息的声明 让市场备受鼓舞 因为他没有提进一步加息 但是在随后鲍威尔的解释性说明当中 鲍威尔专门强调 说我们并没有做出暂停加息的考虑 那么市场听了之后 他就理解成还不能够取消加息 或者还不能够暂停加息 因为大家还没有对暂停加息达成统一的意见 所以说昨天两点半以后市场就转跌 那么今天市场又冒出一种另外的理解 还是鲍威尔这句话 就是我们还没有决定暂停加息 那今天理解有人理解就不一样了 你看鲍威尔说暂停加息 那说明有暂停加息的可能 这以前美联储从来没有讨论过暂停加息 这次说还没有决定暂停加息 实际上是向市场传递 美联储正在研究暂停加息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到了今天与昨天下午理解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市场很有意思的一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很可笑的一面 因为投资者他总是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理解 那么今天美国各大银行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 就做出了直接了当的反应 各大银行纷纷宣布提高贷款利率 这个银行是一分钱都亏不愿意吃的 那么美联储在昨天加息25个基点之后 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就到了5%至5.25% 那么你联邦银行的基准利率都到了5.25% 那么商业银行它的贷款利率 它有一些成本 它还要一定的利润 那么今天各大银行不约而同的宣布 将最优惠的贷款利率提高到8.25% 最优惠贷款利率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给那些最优质的贷款人的最低的贷款利率是8.25% 这个还是挺吓人的 这种贷款的出短期的商业贷款 包括有一些抵押贷款 而且这还是拿到最低的贷款 那么也给网友们一个经验或者叫常识 怎么计算银行的最优惠的贷款利率呢 它一般你就取美联储基准利率的上限 你比如说它5-5.25 你就取它的上限 5.25再加上3 就等于它的最优惠的利率 那么5.25加3就是8.25 所以美国各大银行最优惠的利率就是8.25 所以这个它可一天都不会耽误的 因为美联储的加息执行是从今天开始 所以各大银行它立即增加贷款利率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你需要靠贷款去做生意 贷款去买房 那么这个利率就确实是太吓人了 因为你做任何企业 你要税后的利润有8.25% 那都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对经济的遏制是相当厉害的 那么中国的这个最低这个商业贷款利率 不知道是多少 LT估计呢应该是7%左右 它应该比美国会低一点 那么对于有一些刚移民到美国 或者希望在美国贷款买房的网友呢 给大家一个原则性的建议 一般美国人买房贷款呢 你如果是长期使用自己居住的这个房子的话 一般会选择固定利率 比如30年25年这种固定利率去做贷款 那么你如果是短期炒房的人呢 一般会选择这种可变利率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是目前它并不是一个买房的好的司机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 这个金融时报啊 他通过调查研究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说美国3月份以来倒闭了三家银行 硅谷银行 签证银行 再加第一共和银行 这个好事的这个金融时报记者啊 他们就发现这三家倒闭的银行的审计机构 都是币马威 大家都知道 币马威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诶 这就有问题了 怎么你审计这三个银行怎么都倒闭了呢 而且你的审计报告 把这三家银行描绘的都那么漂亮 那这个币马威 你这个究竟在这个银行系列倒闭案中 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金融时报这个一报道啊 让很多人感觉恍然大悟 诶 这个倒鬼的啊 原来是币马威在背后倒鬼 但是呢今天有另外一篇报道呢 与金融时报的观点就不一样 当然了 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就美国有一些审计学的专家 就说这些银行倒闭啊 你不能怪人家审计公司 审计公司哪里知道 这些储户要提前挤兑呢 他只能够按你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模型 预期的收益来做一些审计 来判断你的健康与否 所以说他并不了解你的银行经营性的风险 这个好像为币马威做一些解脱 但是刚才LT看到呢 有另外一个专家呢 在评论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诶 那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你们别怪币马威 你要怪币马威啊 你会说噩梦的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三家倒闭的银行是币马威省计的 你们担心呢 币马威省计的有漏洞 不可靠 但是你们要知道哦 美联储也是币马威负责省计的 那美联储是不是要倒闭啊 或者你们怕不怕美联储倒闭啊 这个又说 大家都都不再议论了 那这个不能再说币马威了 所以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到了美联储这些地方就打住了 这当然是大家是讲政治了 但是与币马威有没有关系 这仍然是一个话题 仍然是一个疑点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韩国总统尹熊越访问美国 不仅在纪念韩战 过程当中一些演讲 让中国不满 更主要的是华盛顿宣言 它包括了将邀请美国的核潜艇 定期停靠韩国 美国这核潜艇呢 目前服役的核潜艇 带核武器的核潜艇 就那么一艘 而且呢 仍然是目前实际上最先进的 它关键是有啊 携带240颗这个核弹头 这个威力是巨大的 它这个 毁任何国家都能毁的 所以这个让中国呢 非常不满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 也公开批评 韩美的这个华盛顿宣言 那么今天美国媒体 韩国媒体都报道了 尹徐月访问美国之后 回到韩国 稍作停息 人家今天呢 就正式回应 中国的批评了 尹徐月之前呢 是韩国外交部回应 今天人家尹徐月亲自来回应了 尹徐月 他说 中国批评了 中国不满 没有道理的 他说由于中国完全不参与国际社会 对朝鲜 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制裁行动 韩国别无选择 尹徐月说 如果中国要批评 韩美两国发表的华盛顿宣言 那你中国至少应该按照国际法的规则 配合安理会 制裁朝鲜的核威胁行为 你怎么不制裁朝鲜的核威胁行为 你来批评我们这个防御性的华盛顿宣言 有什么道理呢 那么尹徐月也针对中国潜在的 经济上的报复措施 他也提前 也表了态 他说 不论是技术商品 韩国都没有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 只要中国不对韩国采取敌对行动 彼此认真遵守协议 相互尊重 韩中两国完全可以一道解决经济问题 这个呢 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 但是总体上是向中共的进一步做解释 你有初一我才有十五的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韩国与美国做这么多 那么你要做一些姿态出来 在遏制朝鲜的核威胁上面 你应该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一起制裁朝鲜 这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LT感觉这个尹徐月还是很刚硬的 他一点不会避中共的所谓的风头 直来直去 中国可能也不太适应 这个周边国家呀 出来这么一位刺头 就中国还不太习惯这样的 中国他比较习惯的骂了别人 别人不还嘴 他习惯于那样的打交道 突然冒出一个影像尹徐月这样的人来 你说一句他回你十句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还是我党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新闻 也是与中国有关 菲律宾总统十年来首次访问白宫 那么这件事仍然在发酵 前脚送走韩国总统尹徐月之后 5月1号 美国总统拜登又在白宫 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斯克 小马克思举行会晤 这是菲律宾总统十年来 首次造访白宫 那么今天纽约时报仍然在评论 这次会晤的影响 纽约时报报道中称 拜登重申了美国保卫菲律宾 铁一般的承诺 并就加强军事合作 新准则与菲律宾达成了共识 那么国际主流媒体呢 谈到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 都是叫铁一般的承诺 这是个专用术语 那么再谈到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一般都是用的是坚入磐石 他这个也是每个国家的关系 他是都有专用名词的 而不能够互相替代的 肖马克思呢 他则强调 美国作为菲律宾唯一的条约盟友 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两国元首会谈以后 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联合声明呢 主要三条 可能中共听得都不舒服 第一条是美非双方 坚定不移的自立 南海航行和飞行自由 以及尊重各国 在其专属经济区内 符合国际法的主权权利的重要性 而且强调 菲律宾的军队 公务船或飞机 一旦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太平洋海域 遭遇到袭击 美国将引用双方 1951年签订的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 共同采取应对行动 这个就非常明确了 是依据条约美国来参战 美国来保卫菲律宾 那么第二条呢 是两国领导人呢 再次提及台海议题 双方肯定了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称这是全球安全 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那么这个也是让中共很头疼的 他就怕人家第三方 来谈论这个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国际化 第三个方面是个新内容 也非常重要 就两国元首提到双方期待建立 非日美非澳美三方合作模式 就分别的三方合作模式 这当然主要是指军事合作 这当然显然也是针对这个中国的 所以说对菲律宾总统访问美国 对地区安全形势带来的变化 就大家不要低估 第五条呢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美国的最高将领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将军 他参加了这个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的采访 那么今天的这个采访呢 也在美国媒体当中公开了 这个米利将军他还是透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他第一个方面他提到 就是美国要尽所能防止中俄战略军事同盟 米利认为当今世界是由美中俄三个大国构成的三级世界 相交冷战时期的美术构成的两极世界更加复杂 他同时承认 尽管美国正密切关注 但目前并未看出中俄形成了成熟的地缘政治同盟 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也非常温和 米利表示 美国必须意识到 并且注意不要在军事层面推动中俄走得更近 要确保中俄不会形成某种对美国地缘战略政治军事的同盟 所以美国他不是一个绝对意识形态化的国家 他甚至并不是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 他非常强调他的战略利益 那么米利呢 他是代表军方提出这个判断 就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让美苏形成一种联盟 那么这个潜台词呢 你如果了解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外交 潜台词 他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联合其中一个 事实上川普政府或者是共和党内 很多人都还是希望稳住俄罗斯 主要精力对付中共 这是一个方面值得网友们关注的 第二个信息 LT认为也非常值得网友的关注 就米利他在谈到乌克兰战争的前景 他提到这场冲突不太可能在今年产生明确的赢家 他认为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在乌克兰实现起目标 潜在的谈判 可能会在一至两年内进行 那么作为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 我们更多的会相信他的这个观点 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实力 某种程度上 米利他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按他这段话的理解呢 是今年呢 这个战争的形势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对乌克兰潜在的这种大反攻啊 可能要有四度的期望值 那么他判断未来一到两年内有可能谈判 那么他可能也是基于一种实力的变化 或者是双方的这种应对能力而做出的判断 可能到了两年后 可能都打不下去了 也许那个时候会出现一种谈判的契机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重新来判断乌克兰战争的这样一种前景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 近日接受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 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 他对台海形势 以及美国的台湾政策 做了一些新的解释 这个对于我们判断呢 台海局势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康达他主要谈到三个方面的观点 LT认为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观点呢 他向参议院继续描述了美国国务院对台海问题的新的定性 也就是布林肯在今年二月 他第一个提出来说台海冲突不是中国的内政 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这也是美国以前从来没有提过 国际社会从来没有提过的 那么布林肯在今年二月中提出这个论调 受到了西方盟友的普遍称赞 所以北约立即使用这么一个定义定性 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广泛使用这样一个定性 亚洲的韩国 韩国总统也亲自做了肯定 就说你这个台海问题 它是个全球问题 不是你中国的内政 那么这个呢 让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识 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改变 以前都是哀于中共的情面 大家不愿意碰台湾问题 只是很隐晦的支持台湾 那么布林肯他为什么提了这种理论呢 他说你看全球的90%的高级芯片 全部来自台湾 你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那对整个全球的这个产业影响 都是非常致命的 全球贸易的50% 要通过这个台海地区 你看这个对世界的威胁危害 是非常大的 远远超出了中国与台湾两个地区的影响 所以说台海的这个安全问题 是全球问题 这个布林肯呢 他这个LT感觉他提这个 他应该得个什么奖才对 他这种认识呢 就彻底打开了台海问题的这样一个大门 让全世界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问题 所以康达在参议院呢 他把这个来由啊 向参议员们做了汇报 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这是一个网友们值得关注的 那么第二个 值得网友们关注的 康达谈的向参议院做的汇报的观点呢 是如何帮助台湾加强防卫 那么美国现在他调整策略呢 就是加速交付台湾已构的军备项目 已经不测包括最近组织了25家美国的武器生产商 到台湾去与台湾当地的企业合作 就在地化生产美国武器 加快这种武装能力 这个你在前几年也不可想象的 这个你像这种合作 中国拿这个也没有办法的 这个比乌克兰这个就做的就要好一些 所以这个呢 是值得网友们高度关注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康达他也透露一个内幕 就金融时报报道说 布林肯推迟因为气球事件推迟了访华 那么现在布林肯要求了重新恢复访华计划 中共方面不同意 说你那个气球啊 气球调查报告还没出来 谁知道你那个气球调查报告里面 怎么来丑化中国呢 所以说等你那个报告出来你再来 那么参议员就咨询了 说你们那个报告为什么迟迟不出来 是不是怕影响你布林肯访问中国 为了迎合中国你那个报告都不出来 那么康达他做了一个正式解释 也解除了各界的这个疑问 他说那个气球报告啊 坦率来讲根本不是国务院的控制 那个是FBI 就他们说什么时候公布就什么公布 我们根本干预不了那个事 所以我们也绝对不存在说 为了布林肯访问中国 我们来压制这个报告 或干预这个报告 没有的事 同时这个康达还回应了这个参议员的提问 说中国现在要跟美国对话 要提一些前提条件 你美国国务院 那你是不是要满足中共这些条件 就跟他们对话 为了跟他们对话 满足他们这些条件 那么康达他做了一个回答 相信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 就美国怎么对待中国这个 要么不接电话 要接电话就提条件 美国怎么看这个事 康达说 美国不相信 以提出要求设定前提为基础的互动 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彼此互动 尽一切努力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接受他那个要挟什么提条件 而且呢 作为负责任的国家 就应该开诚布公的这样一种接触 那么这个也表明了美国的一个态度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香港媒体呢 对这次五一长假 中国大陆的游客 恢复了香港的旅游 有什么成果 向各界做报告 那么今天香港媒体报道的 他们的标题是 大陆旅客消费模式变了 削弱了消费需求 就是没有原来那么好买了 没有原来那么样的大款了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 香港方面 包括中国大陆旅游部门 预计60万大陆游客 会到香港去好买 但实际结果呢 去了45万人 少去了15万 那么比高峰时期呢 仍然有40%的差距 香港四邦魏理寺 香港顾问及交易服务 商铺部资深董事兼主管 温运强对媒体说 他们注意到大陆游客的消费模式 发生了转变 以往呢 主要是到香港来购物 吃喝玩乐 这种高消费 但是现在的转变了 就很多大陆人跑到香港去 他们去玩什么远逐 露营 深度游 文化城市漫步 这些不花钱的 或者少花钱的项目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 那种购买的人就变少了 那么香港专家呢 他们还给出了一个 不太得罪人的理由 他们说 是不是因为人民币 对港币的汇率走低 这个遏制了他们的消费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隔三年 大陆的游客变得节俭了 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七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华尔街日报啊 近日有一个报道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很多国际主流媒体呢 都转载了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呢 它称 多家国外智库和研究机构 近日发现 由于所谓的合规问题 他们无法续定万德数据 最近引发商界关注的 总部位于上海的 万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禁止外国IP地址的访问 那么这个万德数据呢 是一个被交易员广泛使用的数据平台 其中包括各种中国经济和金融数据 那么中国目前呢 它是根据它反间谍法 就刚刚修订的反间谍法 它禁止外国用户来访问 它这个万德数据 那么这对于啊 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外国投资者 这个影响就很大 你本来对中国的经济数据 它本来就公开的很少 透明的很少 有限的数据 它现在不让你看了 那你两眼摸黑 谁还敢到中国去投资呢 所以这是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 华尔街日报呢 它也发现 有变通办法 你比如说 你找一个在中国当地的人 帮你查资料 他就能上去 他就能登陆 然后呢 他把数据下载以后再给你 这好像是还有变通的办法 但是你要知道 中国既然它第一步限制你外国登陆 那么他下一步 他也会限制中国人在二传手 这个他早晚会限制的 所以说华尔街日报说 有变通办法 这个是不牢靠的 这个渠道 那么第三个方面 华尔街日报 他就提出来 你如果以后要在中国投资啊 你想遥控中国的企业 可能会越来越难了 他现在是切断你访问数据 以后不排除 他切断你外网的 你访问内网啊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于外资在中国投资 你一定要有内应 所以他增加了这种 外资投资中国的门槛和难度 那么中国方面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你保密数据 你完全可以不公开嘛 你既然在互联网上公开了 而且只要在中国上网都能看到 那么这个从技术上来讲 你保不了密的 你做这种小动作呢 无非是让外国用户难受 那么外国用户难受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华尔街日报 研究来研究去中国做这个举动呢 可能就是为了贯彻新修改的反间谍法 那么他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现实的 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很多国际媒体都做了报道 说中国的半导体企业近两年倒闭了上万家 那么未来形势会更严峻 路透社今天报道中称 受全球半导体景气欠佳 以及美国带头科技围堵 中国2022年申请注销登记的半导体企业达到5746家 那么比2021年的3420家大增68% 预测未来形势更严峻 半导体企业倒闭退场的态势短期难以制止 此外 中国半导体企业近日发布的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80%的利润下滑 其中更有多家油营转亏 仅有不到两成获利出现增长 那么目前在中国半导体行业 生存比较好的企业呢 都是受益于政府国产替代政策的半导体设备企业 那么对于其他大部分半导体企业呢 都生存非常困难 那么路透社他也在分析研究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由于前几年中国政府鼓励这种半导体 有很多不具备条件的投资者呢 去趁政策的热度 骗补助 所以导致了一大批半导体企业的烂尾 那么再加上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管制和封锁政策 加剧了这样一种半导体行业的倒闭潮 最后再与网友们一起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习近平啊 对他的接班人的问题 就之前大家的感觉呢 都是习近平从来回避这个问题 他也不明确接班人 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么随着习选呢 就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 那么最近呢 人们在习选第二卷当中 惊讶的发现 实际上习近平早就谈过接班人的问题 而且呢 他对确定接班人呢 他还明确了原则 还有这个选拔条件 所以这个呢 让各界感到非常震惊 这个还是看来信息还是不对称 这个中共的保密啊 可能他也做的也非常好 因为二十大也好 十九大也好 就大家都说习近平为什么不安排一个这个储君 就像过去的胡锦涛做国家的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 或者负责中共的党务 作为预备性的接班人 后来习近平也是一个角色 也是储君的角色 习近平怎么不弄个储君呢 那么大家都以为是习近平在故意拖延 回避这个问题 实际不然 在中共党内在2018年7月3号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他就已经谈了接班人的问题 谈了储君的问题 由于当时那个讲话并没有全文对外公开 所以这次习选呢 第二卷 四月份刚刚出版的 他披露了这个内容 让外界大吃一惊 实际上习近平他早有考虑 他无非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考虑 那么习近平他是怎么谈及这个接班人 这些储君这些问题呢 习近平在2018年7月3号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他提到 他说接班人呢 是个整体概念 不能够器械的理解 就这个接班人呢 你不能把这个接班人确定为某一个人 他确定某一个人这要出问题了 因为你如果早早的确定这个接班人的话 这些年轻的官员呢 他就会搞自我设计 他就会考虑更多的是违背组织原则 他甚至明确的说 不能搞储君 那样呢 让年轻干部呢 似乎是等着提拔 你看你说大家 说他不谈接班人的问题 他当然谈了 他谈了接班人的问题 他谈接班人的问题呢 就是不能搞具体的人 不能够确定什么 储君那样的性质的官员 这样呢 让这个被确定的这个接班人呢 他还有一种坐等提拔 这个不行 那怎么来确定接班人呢 人家习主义提出来 要实行动态更新 要形成一种活水 让接班人呢 形成一种活水 优秀的 继续作为接班人考虑 不行的就调整出去 再换人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说这个习主席 你说他回避接班人的问题 不研究接班人的问题 废除储君 这个都是大家议论 好像是习近平呢 怕这个问题 或者掩盖这个问题 回避这个 不是 人家早早就谈了 他直播他谈的呢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谈的就是不搞储君 接班人动态更新 他眼里面也有接班人 但是呢 要不断的换人 你说你不断换人 那叫个什么接班人呢 他要始终保持一池活水 就是这个 让这些想接班的人 听着心里面不拔凉拔凉的 那么对于舆论第一次曝光 第一次透露习近平 谈接班人的问题 还用听到想出 五个方面的这个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这次之所以 我们了解的这个信息 就习近平还谈了接班人 谈了储君 他甚至不隐晦储君这个事 我们之所以有机会了解呢 是因为他出版了这个习选二卷 那么习选呢 是成为习近平呢 他搞升级版的个人崇拜 孤名貂育 他的一个新的策略 他在今年四月份呢 他要求全党要学习 他这个习近平的著作选读 习选 而且呢 还把他这些乱七八糟 这些文章啊 还编到了大学的教材 就大学生啊 还必须必修课 要学他的这个什么习选 习思想要进课堂 他这次出版的习选第一卷 第二卷 是收录的是2012年11月 至2022年10月的报告讲话 谈话批示演讲 一共146篇 那么这个呢 都是要收稿费的 所以说你既可以是看成一种啊 全党性的洗脑 全国性的这样一种啊 洗脑运动 也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呢 个人发达发财的 自负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是第一个评论 这这个习选 这个弄的看来要跟毛泽东啊 要一较高低 毛泽东到死 只弄了毛选五卷 习近平按这个进度啊 看来要往几十卷 上百卷那样去弄的 第二个评论呢 就是习近平对党内的 接班人的态度啊 的确是很诡异 他与之前的中共历届党魁不一样 我们在看到他这个讲话之前 只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干掉了中共党内既定的接班人 或者叫储君 你看中共党内胡锦涛时期 确定的孙政才胡春华 两个刻意栽培 让他们很早的提拔 很早的多个岗位 去让他们去锻炼 去培养 但是到习近平上台 他首先瞄准这两个人 他第一把胡春华 把他冷冻起来 不让他成长了 第二呢 就把那个孙政才给抓起来 放在秦城监狱里边 你到那去储君去 薄熙来不再来 就住薄熙来的班房 所以这个是他传递给外界 他对储君的态度 他要干掉 要冻结 一切有可能接他班的人 这是习近平给我们呢 对于接班人 他传递的这样一种信息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习近平 他是处心积虑 刻意的摧毁了中共 长期形成的接班人体系 或者接班人的规则 那么最明显的是 他毁掉了 共青团的这么一个 年轻干部官员输送的渠道 他把这个渠道给砸了 所以过去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一般都会得到重用 会去当省长 会去当省委书记 会当部长 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被扔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人在茫茫的官员队伍当中 你不知道他去哪了 而且这些人不再被视为接班人 所以他把中共的这样一种 人才培养的体系把它砸乱了 这是第二个方面评论 第三个方面评论 习近平他在2018年 这次谈到接班人 储君问题的时候 他对他的接班人 或者是中共的储君 他确立两个原则 第一是不利储君 就不明确谁接班 第二是动态调整 他这两个是矛盾的 既然没有储君 你为什么要动态调整呢 那潜台实识 我习近平眼里边 模模糊糊糊有几个人 我模模糊糊的几个人 我还要不停地调整 这大概是他的两原则 不利储君 动态调整的完整理解 那么这是一个很奇葩的 这样一种接班人选择和确立的原则 因为有与没有都是习近平说了算 他也可以说没有储君 但是他也可以说我有储君 我是在动态调整 所以说你如果一定要解释 中共产党魁 习近平有没有接班人 那么用台湾的时髦的话讲 那就在有与没有之间 你看按习近平的说法 不利储君 动态调整 不就这么回事吗 第四条由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所有的独裁者都不愿意培养接班人 到迫不得已要交班的时候 也只愿意交给自己的嫡亲 不是自己的这个后代 他不愿意交权 那潜台时就独裁者窃国之后 他把这个国家当成了私有财产 他当成了他们家里的物件 所以独裁者 他不愿意找外姓 非血亲的这些人来接班 而且独裁者他还非常忌讳 这些潜在的接班人 你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说胡春华 孙政才 那是前朝给他设定的接班人 他推翻 你可以说习近平看不中他们的选人 那么中国的舆论 包括特别是香港那些舆论 早早的把陈敏尔确立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为什么确立陈敏尔呢 香港舆论分析是 陈敏尔第一是他的心腹 之江新军 第二 陈敏尔是所有之江新军里面 资历最老的 最早提的省级 最早当的省委书记 所以他的资历最老 年龄也最轻 所以说在二十大以前 普遍认为陈敏尔才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但是通过二十大 习近平几乎把陈敏尔废掉了 他只不过是没有把陈敏尔弄得像孙政才去秦城监狱 没有把他弄得像胡春华去政协 给一点面子 到天津去接李洪忠 但是与李强他们比 陈敏尔彻底被废掉了 所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也得到印证 不管是不是他的心腹 因为他并不是他的儿子 你只要是有人说谁要接习近平的班 那个人一定要倒霉 所以说网友们你看你们看谁不顺眼 你们如果看李强不顺眼 你们就去网络上去招舆论 李强未来的接班人 要不了多久 习近平就会把他干掉 他就荣誉得外人 因为他把这个国家 他好不容易独裁的 他据为私有 所以说他排斥这样一种公共接班人 那么第五个方面 他的观点呢 习近平这个不利储君 动态调整 这个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你看毛泽东 毛泽东他本质上 也是不利储君 动态调整 他像闹着玩似的 今天封刘少奇 明天封林彪 封完了又一个个干掉 弄到最后谁也不敢去 当他接班人 只有到临死 他让华公锋来接班 习近平呢 可能是接受毛泽东的教训 闹着玩的接班人 他也不搞了 你何必呢 你把他竖起来再打倒 习近平呢 现在是 我竖也不竖了 我就没有接班人 我不需要接班人 也不需要助手 那么这种啊 不利储君动态调整 他本质上 反映了习近平的什么心态呢 LT认为 本质上还是一种极端自私 因为对于国家领导人的 这样一种接班人呢 在民主国家来讲 他认为呢 是一种国家安全的预案 因为谁能保证 你这个元首不出生意外呢 你出现意外之后 国家呢 缺乏秩序 没有领导人 缺乏秩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有民主机制 产生接替的人 或者临时权力阶梯的人 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所以你看习近平 他哪里有什么国家安全需要 我死了啊 中国都跟我去陪葬最好 那么非民主国家呢 他一般他会安排一个储君 就像之前的中共一样 他集体领导时期 他安排一位储君 这个他也是一种啊 独裁体制下的一种 国家安全的模式 那么习近平 他现在感觉 他是一种家天下 他不认为这个国家 他对这个国家应该负什么责任 他用这个国家 就是他自己的 他死了以后 哪管洪水滔天 何况他认为 他一时半会死不了 所以说一时半会 你们还不要想 谁来接班 想都不要想 所以这个啊 不利储君动态调整 本质上是极端自私 他不管是站在民主的角度 还是在专制的角度 他把国家的利益 完全治愈老后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难得 从这个习选里边 还第一次看到习近平 他确实正面的回应过 接班人储君的问题 这对于我们呢 理解习近平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仍然是这么直白 这么赤裸裸的 来回应 储君和接班人的问题 以上 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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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